由妇理友人协会和妇理相容会 共同主办的妇理友人 嗅觉艺术季活动 17号的校是在罗山露营区热闹的开幕 20多位国内外各个艺术创作领域的艺术家 透过天才气味设计师 潘雨晴以妇理自然气味学为基底 各自联想来创作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 一块来体验一场嗅觉艺术的感官之旅 不论是雕刻绘画壁画 还是自然深井部落古调音唱 来自各个艺术创作领域的 20多位国内外艺术家 透过策展人潘雨晴的 妇理自然气味为基底 闻香创作 自来妇理这边做创作 然后这个作品是描述 山蓝清晨还有细阳的颜色变化 我对妇理的印象 因为妇理我觉得最美的地方 就是他山脉之间颜色变化 这其实对当地的 不管是所有的产业 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它对人文的艺术 那个素养的养成还蛮重要的 这是最感念他们能够回来妇理的 我觉得我们不相 在我们的视角看起来 妇相是美到好像桃花眼一样 太漂亮了 我们好爱我们的妇相 跟小时候状况很不一样 所以因为我们是作艺术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很力量 让妇理更好 就是这样简单的初心 被日本誉为是天才 七位设计师的妇理友人 协会理事长潘雨晴 与妇理箱农会共同举办 妇理友人秀绝艺术祭 不仅国内外 也唤起在地艺术家共襄盛举 创作出专属妇理箱的艺术气息 协会要做的是 就是除了引进很多 就是艺术文化的结合以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地的产业 因为我们妇理友人 也希望是研发出 就是属于妇理的商品 然后我们会带到国外去 像这次我们就是有合作 比如说像这次有得冠军的 蜜香红茶 我们就有带到日本去 对 那我觉得只要有人愿意 对这个地方投入 相对的在地的经济 还有产业 它自然就会活化起来 循着气味回忆 找回人与土地的连结 创作气味的颜色 透过嗅觉创作成歌声 呈现了很不一样的艺术感官之旅 其实在我的创作的历程里面 就是第一次用闻一个味道 用透过嗅觉去感觉 这个空间或者是这个地域 然后又再用旋律来去表现 首届富里友人 嗅觉艺术纪的作品 片及富里香 几个代表性的成育 重新赋予这一片土地心的生命 同时让更多人 认识富里的美丽与风情 找到与台湾土地的连结 在这几个当中 我们总是来我们建设的反对 为了推动我们的富里香店理财店 今天下午在罗山路影区 热闹进行开幕典礼后 富里友人嗅觉艺术系 从今日起持续到11月6日 每天的上午11点到下午6点 以赴茶堂作为起点 带领大家进行一场 富里人文艺术的探索之旅 记者是玉蓝 富里香采访报道